今天在北投發生的 賢州店老闆娘的槍擊案 目前台北市警方正在做最新說明 來看現場 原本預計搭乘客運往南 後改搭計程車至領口一帶遊蕩 經專案小組持續追蹤 在領口火力發電廠 土地公廟 契捕盜案 並帶同前往三重 起初作案用槍支 經查周姓嫌犯 與判信使者 疑似生前有糾紛 詳細犯罪動機 及槍支來源 將後續擴大追棄 關渡前週槍擊案 檢方於12小時內 迅速偵破 專案小組所有同仁 不眠不休 氣凶盜案 我們將持續努力不懈 使民眾有安全的生活環境 因為一座傳出說 是因為感情周分 那誰不然這邊是怎麼說的 經初步證訊 這個周嫌否認 有這樣的感情因素 那他有說是為什麼嗎 他的說辭是因為對於這個老闆娘的態度不滿所致 因為老闆娘據我們所知 他的個性比較剛直 那言語上會比較直接 所以是否因此造成周嫌的不滿 這個可能後續還要再去了解 那當時逮到這名周姓嫌犯的時候他人在幹嘛 然後他對於這件事有詭異或是什麼樣態度 我們在這個林口公廟前發現周嫌的時候 他正在休息 因為從整個下午一直到夜間的逃禮 我想他也是相當疲倦 所以我們氣貨的時候 他是沉默不語 被我們帶回分局來偵訊 好 剛剛您看到的是台北市警方對於案情的最新說明 那我們先來還原一下 那麼在破案之前的一些說法 那麼是昨天下午在這個北投 有一個鹹州店的老闆娘 潘姓老闆娘被射擊 那麼過程不到20秒 那麼送醫後不致死亡 那麼當時就有監視器拍下 開槍的是這名周姓男子 那麼大家就講了 周姓男子跟他到底什麼樣的關係呢 好 我們先了解一下這個潘姓老闆娘 她是越南籍的 嫁來台灣有18年了 那麼跟丈夫育有兩個孩子 那麼這一家鹹州店 他們沒有請外人 就是這對夫妻專門在經營的 那麼老闆娘她非常懂得長袖善我 所以跟客人都保持不錯的關係 所以這家店不錯 那麼就有一說 說這名周姓男子 就是喜歡上了這個潘姓板娘 那麼這個周姓男子本身 曾經有過一段婚姻 離婚了 有個小孩 他就放在高雄的家裡 就等於是他自己是一個人 然後打零工 過生活 但是他就是可能 就是吃出感情了吧 就是不斷的有在追求 這一名潘姓女子 那為何會開槍呢 當時的說法是 當名這個周姓男子知道 這個潘姓老闆娘 還有另外一個小王 所以等於是四角戀的關係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感情上的因素 所以導致他開槍 不過剛剛警方也強調 這一時間 目前這個開槍的周姓男子 否認是因為感情上的問題 他強調是因為老闆娘的態度有關 讓他心生不滿 所以才開槍 不過他的說法 是否是最後的答案 這部分當然還是有待釐清的 那麼這個嫌犯 剛剛警方也講了 過程當中不斷是改變他的行動方式 從計程車到走路 到換其他的交通工具等等 似乎想要擺脫警方的追蹤 但還是在今天的凌晨 在新北市的林口一間公廟被逮捕 完整過程一塊了解 好的主播涉嫌 槍殺關渡賢州老闆娘的周姓男子 遭到了北投市警專案小組 連夜押反北投分局偵訊 面對記者追問不發抑鬱 為什麼要殺老闆娘 昨天北投居老店關渡賢州的潘姓老闆娘 獨自在店內時 周姓男子騎車靠近 和他短暫交談後隨即開槍 擊中了潘女的左胸口 使他當場出血倒地送衣不治 犯案過程只有短短的30秒 警方調閱監視器畫面追氣兇嫌 發現他犯案後騎機車往南逃 在士林社子島一帶 丟棄了機車改達計程車逃逸 警方歷經了12個小時的地毯 是搜索追查 凌晨2點多 在新北市林口電廠附近的宏福宮旁 發現他的身影當時他睡眼輕鬆 被原警帶回了警所偵辦 周姓犯賢與潘姓死者是很有關係 相關犯罪動機及槍支來源 後續警方將擴大追氣偵辦 調查發現51歲的周姓凶賢離婚 予有一死 他品嘗在台北提人送 擴打零工為生 年前偶爾到潘女的小吃店用餐 一吃成常客 明知道對方有家庭也賣力追求 還曾經試圖送錢給對方抖北退回 代表潘女想要劃清界限 警方研判潘女的動作 可能引發她的不滿 認為女方可能另有心歡 引發她的殺機 採取了激烈的手段報復 槍擊動機研判是情殺 全案朝向殺人罪方向偵辦 以上主播 警方即將 警方法令到法律